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看 大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大姐 我 对了 你现在在哪上班啊 我在B&C 是一家很有名的服装集团 是啊 对了 大姐 这个是我同事嘉雯 这是我大姐 大姐好 你好 你好 连心很有名啊 太好了 然然 你终于做上服装设计师了 还没有 我现在只是个助理而已 那也很好啊 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 大姐真替你高兴 你都不知道 你离开家以后 大家要多担心你 那什么 我还有事呢 要不然我先走了 好 你也咱比自己连见啊 走了 大姐啊 拜拜 再见 大戏 然然 我还以为 你跟许诺 已经开始重新生活了 所以最近都没去看你 哪知道 你怎么又遭遇这么多坎坷 是大姐不好 大姐没有照顾好你 大姐 这跟你没关系的 怎么能怪你呢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后悔的 然然 你都经历了这么多磨难 怎么还会 有磨难也不一定是坏事啊 而且都说有势必有得嘛 要没有这么多事情的话 我怎么能重拾 我设计师的梦想呢 你说对吧 你能这么想就好 然然 你真是坚强了好多 看到你这样 大姐就放心了 当然要坚强了 要是不坚强的话 以后路该怎么走啊 你跟许诺分开这么长时间 后来见过面吗 她没能遵守自己的诺言 不会是发生什么事了吧 其实她不来也有她的理由嘛 而且这事都过去了 大姐 你不用担心了 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我现在特别开心每天 真的 真的 没事就好 那既然没事 就赶紧跟大姐回家吧 奶奶每天看着你的照片 想你想得厉害 妈妈虽然嘴上不说 其实心里特别惦记 心语更是自责得很 大姐 家人的话 还是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 好不好 怎么了 我在想我暂时还是先别回去了 为什么呀 你不是都好了吗 我 我这一次次地离家出走 又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妈妈跟奶奶呀 你这丫头说的是什么傻话呀 那是你自己的家人 他们怎么会怪你呢 但是我不可能不自责的呀 而且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我要抓住这次机会呀 回了家也一样可以工作的 奶奶他们会替你高兴的 但是我想做出点成绩给他们看嘛 好吧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我发现 其实拥有自己的梦想 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种靠自己努力得来的幸福 真的特别开心 而且真的特别有满足感 然然 你真是长大了 大姐要向你学习呢 也要在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幸福 大姐 我听说你最近在工作啊 真的假的 就在你刚才路过的那个司法会所 做推拿师 对了 现在应该叫身体理疗时 流行这么说 其实我上班时间不长 不过很适应 也很开心 大姐 真的太好了 你开心呀我就开心 我特别替你高兴 真的 那当然了 妹妹都这样了 作为大姐的我 就更不能落后了 大姐 你看 这个得给你 祝你成功 谢谢 我们一起加油 尤其是你啊 可不要被我这个大姐 后来沮丧哦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回来了 好 丁家伟 你怎么才回来啊 我们都等你好久了 你等我能有什么好事啊 家伟 许诺 不对 佳琳你笑得这么诡异 到底有什么事 赶紧交代 那个 好了 都挤在门口干什么呀 里面讲吧 好了 走吧 来 进去去 进去去 怎么了 什么事 我这一晚上没回家 你们就发生了这种 惊天动地的变化呀 节奏真的太快了啊 谁让你的手机一直都关机 本想叫你早点回来 一家人吃饭庆祝一下 我这不是忘带手机 充电器了吗 再说了 许诺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们什么时候想吃团圆饭都可以呀 对吧 许诺 看你以后敢欺负不欺负我 我现在可是有依靠的人了 行 我是不敢欺负你了 但你也别欺负人家许诺啊 许诺 他要是敢欺负你 直接跟我说 我知道 喂 你们现在这么快就拉帮结果了 妈 我觉得今天晚上你这个决定吧 绝对是本年度最英明的战略决策之一 有气魄有胸怀 大家长风范一览无遗啊 如果我不同意没有气魄 就不是大家长的事 不是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您是谁啊 丁江的老侯爷 成功的女企业家 是吧 你做的任何决定啊 都是成功的明智的 对吧 爸 就知道贫嘴 好吧 说正题啊 那个 你们俩都决定在一块了 这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一早不一迟 你妹妹总不能挺着大肚子 穿婚纱吧 想当天我在香港的时候 我 没有没有啊 是 是 我们家好玩吧 我觉得你啊 慢慢就可以融入进来 这样多好啊 那个伯父伯母啊 主要这个事情呢 来得比较急 我又没有出院 所以呢我还没有想清楚 但是 但是我想了 等我一出院以后 我赶紧去找一份工作 好挣钱 要不然 家琳这样跟着我 都委屈她 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个的 但是我在乎啊 现在不光是你 还有杜梓里的孩子 我怎么也得为孩子负责 许诺 你这大病初遇的 到外面找工作也不方便 我们公司正好也在招人 要不然你到我们公司来做吧 跟家琳也正好有个照应 等你好了以后再出去找呗 好啊 我觉得哥哥这个题非常的好 好啊 反正公司都是要招人的 雇佣自己人 放心了很多 你看人家当事人还没说话呢 你们这着急的 许诺说句话 隔行如隔山 你们是服装公司 我又不是学这个的 我不太懂 我怕我过来以后 反而拖你们的后腿 我还是不去了吧 怎么会 你上次给我们做的 那些海报宣传 不是挺好的吗 再说了 我们公司有企划宣传部 你可以去那上班啊 嗯 是不是 妈妈 对啊 这个董事长大人都没说话呢 我们想也是白想嘛 全家都同意了 我还能说什么 这样吧 先去公司的企创部 试试看吧 谢谢妈 来来来来 恭喜恭喜恭喜 同事了啊 谢谢伯母 伯父伯母 我也就先回去了 你们暂点休息 好 晚安 拜拜 我送完他就回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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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欣然 你到我家了 早就到了呀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一直在忙 所以没有听见 那个我就是想问问你 去没去过西山 西山哪 我上周刚去过呢 跟同学 真的 那太好了 那周末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给我做一下这个导游啊 你 你怎么突然想去爬山啊 因为整天在大城市里待着吧 我觉得创作思维都快枯竭了 所以我想去大自然里转转 说不定能对我们的创作有帮助啊 你是说这周末吗 对啊 就这个周末 虽然我们已经成为这个助理设计师了 但是吧 听说后面的培训会非常非常艰难 所以我觉得去那个西山转一转 肯定对我们的创作有帮助的 你觉得呢 哎呀 突然听你这么一说 跟设计有关 好像还非去不可能啊 对啊 这个不去的话会是多大一个损失啊 你说呢 是吧 好啦 那去呗 好 那你赶紧早点休息 休息好了 明天才有更多的力量去战斗 对吧 好的 晚安 你好 哎呀 我的姑奶奶 你可终于来了 恭喜你啊 终于把自己嫁出去了 你知不知道我也多担心你在自己手里啊 你担心 你是我爸还是我妈呀 不过还没那么快呢 我现在还得照婚纱照 还有挑婚纱 还有准备婚业呢 现在才觉得怎么结个婚这么麻烦 想你那也容易啊 先领个证 再去旅行结婚 这婚礼啊 是给别人看的 婚姻才是自己的 自己的东西 就得自己做主 我倒是想啊 可是大家都认为我怀孕了 我哪还能理清结婚啊 我都把这一出给忘了 准妈妈 你敢笑话我 明明是你出的主意好不 现在这出戏要怎么演下去 你这个总导演可不能半毒恶废啊 那你怎么了 平时看你鬼灵精怪的啊 关键时候没主意了啊 定想依赖别人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这肚皮它不是皮球 说鼓就能鼓起来啊 你傻呀你 你不是和她友谊了吗 再弄个第二页 第三页 总会怀上伴啊 怎么 怎么弄啊 你都和她快结婚了 这人都是你的了 还装什么纯情少女啊 她年轻力壮 你青春热情 有什么行不行的 总是先搜索 你别告诉我你不想啊 要播种就赶紧的 这日子可差得越来越多了 设计的元素 第一个 色调 那我们在这里呢 把色调分为 浅色系 中色系和深色系 第二个 款式 我们大着把它分为 中式和西式 那第三个呢 风格 那么大家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用大胆地去尝试 各种颜色的色系 去搭配自己的衣服 测试的给你 我说你这大老爷们的 出国那么长时间了 连一个领带都不会打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在新加坡是干什么的 我天天打着领带 去工地上干吗 那我给你打 没有 拿着我 没有 你小心点 你一手游 把我领带弄脏了怎么办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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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意了吗 来 来 来 我给他 还有我问你啊 许可 你说去服装公司上班 就必须得穿西服打领带 那必须的嘛 我告诉你啊 顾名思义 服装公司就是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证明你是什么样的 形象和气质 但是你现在呢 身份也不一样了 董事长那成龙快叙 公主的驸马爷 我 放嘴 每天提这些 没完没了 真是那么回事 什么 大把谁啊 地区 达大哥 我来接许诺上班 嘉琳 你不用来接我了 公司我知道在哪儿 我自己坐过车就过去了 就几站路 没关系的 反正我就当顺道 去看看我妈妈 你这是打的领带 还是细的红领巾啊 这嘉琳就是嘉琳啊 三下五串 咔咔一咔咔就整了 那好啊 我们走吧 好 行 穿衣衣衣 那西哥 我们先走了啊 嗯 走 有人疼就是不一样啊 羡慕啊 羡慕的话 那就赶紧给我们 找个嫂子去 走 来来来 走 嗯 欣然 给我 你不是说拍风景的吗 干吗偷拍我 恶人陷告状是不是啊 明明是你自己 闯入我镜头的 当我是自拍神器对吧 怎么对了 是谁是要来西山 怎么跑这儿来了 快说 什么意义 那个 昨天晚上太兴奋了 到四五点才睡着的 所以我就迟到了 而且这不是风景挺好的吗 这尘世风貌一览无遗是吧 行了 就你理由多 给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等一下 我只能看 不许笑 好啦 不笑 你分明再笑好吗 这是一种出自于内心的愉悦好吗 你看看画得多好呀 以后画得这么好的东西 就别藏着掖着了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自信啊 你说 说真的 画得真的好吗 当然好了 虽然笔触有些淡嘛 但是结构清晰明了 有空灵之美啊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我是看出来了 你出国这几年也没卸什么设计 静学会怎么讨你孩子换心了 哪儿啊 这全是出自肺腑之言好吗 虽然说真的啊 我真的不清楚你身上还有多少能量 反正每次见到你 都有一种新的发现 和一种新的惊喜 那个 因为画也耽误不少时间了 咱们出发吧 行啊 反正就在前面 走吧 走 走 反正我也要开进去 你干吗自己在这儿下呀 我只不过是 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我还要老板的钱庭送我上班 是不是才专门 你就这么不希望 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啊 不是这样的 嘉琳 我们俩不是说好了吗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我也希望 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去挣钱 来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负责 如果你支持我的话 那我希望你理解我 好吗 好吧 我理解你的意思 那我上班先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 下班后我们一起吃饭庆祝啊 怎么样 上回出院我说要庆祝 你就没同意 这回上班我说要庆祝 你又不同意 到底是讨厌热闹啊 还是讨厌跟我一起吃饭啊 那我下班以后给你打电话 那我以后等你下班 我来接你 路上开车小心点啊 好 你慢点 拜拜 来 喝水 给 谢谢 说真的 我觉得只有这个时候 心里面它特别的平静 好像风雨吹过 就能垂直所有的难受 所有的悲伤 其实我觉得 只有过不去的事情 没有过不去的心情 我们人生中需要的东西太多了 但都是我们一厢情愿 如果改变一下你的想法 或许世界就会变得不同了 所以呢 我要感谢你 谢谢你来邀请我 不然也不可能收获这么好的心情 你知道吗 有一些更美妙的东西 睁开眼睛是看不到的 只有闭上眼睛去聆听 才能听得到 真的吗 对啊 表白 试一下 世界这么大 竟然还能让我遇上吗 也不知道我是做了什么善事 及了什么德 才遇见这样的 不知道在你心里 我的出现 是否也是一次心动的相遇 我听到了 听到了 听到了 你听到什么 这是属于我的秘密 如果你想听的话 就闭上一起吧 我也听到了 我也听到了 你不介意我听到你的秘密吧 当然不介意啦 我们是好朋友啊 可以互相分享秘密 妈 你怎么在这儿 我送许多上班啊 我刚才在七旋部看到她了 她已经好好的在上班了 大小姐 你可以回去了吧 我在这儿等她下班呢 你等她下班 难道你的生命里 除了许多以外 就没有别的追求了吗 哪有你说的那样啊 我知道你们爱得死去活来 所以 你所有的要求我都答应了 可是至于这样吗 难道半天见不到她 你就会死吗 别忘了你肚子里有一个孩子 我让你不上班 是想让你在家好好的安胎 不是让你到这儿来陪她的 好好好 我现在就回去安心养胎 把你的孙子养得白白胖胖的 这样走行了吧 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让阿姨给你炖了无鸡汤 中午全都喝了的 知道了吗 走了 你为了工作 真的能做到费情忘食啊 来 赶紧吃吧 别看了 没事 今天信息量太大了 五家店呢 我今天不做好的话 明天啊 肯定全都忘了 我告诉你啊 我要是你老板 绝对给你加薪 你觉得 加多少钱比较合适啊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我还真不敢加薪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 这怎么说啊 还好啊你不是我老板 不过去 不过今天的调研工作 你真的做得非常认真 你知道吗 那些演员员都被你问傻了 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 因为我以前在服装店工作过嘛 所以呢我了解顾客的感受 原来都是经验之谈 那你今天逛了这么一大圈 有什么想法啊 我觉得呢 不光要重视美观和设计 还要注重舒适度和人性化 说得都挺不错的 但是废寝忘食这一点不太好啊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行啊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听来听去 还是那些经典的老歌比较好听 是啊 我也喜欢听老歌 等一下吃饭前 陪我去一趟司机摆货去点东西啊 那个 你还是好好开车吧 安全第一 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 怎么了 肚 肚子有点疼 我上厕所去啊 40 肚子干个谁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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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们快点快点快点快 快点快000 家人 你不是说去取东西吗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 你好 问一下 你好 刚才坐在这儿的小姐去哪儿了 她好像往那边方向去了 好 谢谢 家文 真的很抱歉 刚才五点及时离开了 我很好 谢谢你的关心 明天公司见 买单 到了 进门前先把眼睛闭上 为什么 让你闭上你就闭上吧 可以了吧 不许偷发哦 放心吧 你又搞什么花样了 佳琳 你又耍什么花样了 你现在可以睁开眼了 真的吗 真的 怎么样 喜欢吗 这家酒店的西餐很有名的 我点了你那爱吃的牛排 教练 你这么做 太隆重了一点 这怎么会是隆重呢 对于我们两个即将开始的幸福来说 这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 我们吃饭吗 quer 你吃饭吗 可以吗 来 为了你的康复 还有你的新工作 还有我们即将开始的美好未来 跟杯 怎么了 连跟我举个杯都这么难吗 不是的 夏琳 是因为你现在怀孕 喝酒的话 对你自己 还有对孩子都不是很好 要不然咱们改喝水吧 没关系的 我问过妇科医生了 她说少量的喝一点酒 还能促进醒悦循环呢 就喝一点 那只喝一点 欢迎光临麦莎 请问一下杨欣雷在吗 好的 欣雷姐 有人找你 大姐 现在这么精神啊 怎么样 工作开心吗 开心 特别充实 你们这个应该是轮休吧 辛不辛苦啊 有的时候客人多了会有点辛苦 忙到挺晚的 不过也有客人少的时候 大姐 你说你这么忙 怎么去接卡卡呀 姐夫吗 妈妈住的小区 有个小孩跟卡卡一个班 她妈妈去接的时候 就趁着一起接回来 交给奶奶了 挺好的 特别方便 又不用麻烦你们 大姐 你说你突然这么忙起来了 姐夫 她这不支持你啊 大姐 你怎么了 大姐 大姐 来 你别吓我呀 你怎么了 我跟你姐夫 净分居了 你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啊 姐夫她 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的心都已经死了 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已经都不重要了 大姐 但是 你们只是分居而已啊 又没有决裂 应该还可以挽回的吧 谁知道呢 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就像一张纸 一旦同破了 就很难再复原 就算我们到最后能挽回婚姻 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 所以 这就是你 要开始工作原因吗 可以说是吧 靳如劝过我 不管我和明伟 最后是什么结局 我都应该学会独立 给自己留条退路 我也想明白了 什么事情都依靠男人 在别人看来 你是很幸福 可一旦这个男人不要你了呢 这世上啊 能靠得住的 只有自己 你 你 你变了 我经历了这么多 不变能行吗 然然 姐姐劝你一句 永远不会背叛你的 只有你的事业 和你自己 要试着依靠你的事业 不要在陷在过去里了 好吗 跟大姐的痛相比 我的痛 又算什么呢 你放心 大姐 我会好好努力的 我相信你一定行的 对了 今天来找我什么事啊 没什么 没什么 这不是想你了吗 想跟你聊聊天 我觉得跟你聊完之话 特别温暖 马上就有力量了 以后想来就来看我好吗 现在大姐也需要你给我力量 放心吧 你干吗呢 我看着太乱了 把它收拾一下 这里是酒店 会有人来收的 没事 反正我闲着也闲着嘛 你看你 吃得到处都是 谢谢啊 我 我自己来 我们听你音乐吧 你还记得大学那伙 篮球比赛得了冠军 然后大家在球场上庆祝的那一次吗 有吗 是 这么久你肯定忘了 可是我还记得 因为那一次我们一起跳了一个舞 而且背景音乐就是这种顿 是吗 我们再跳一次好不好 小练 我 我不会跳舞啊 不好意思啊 我跟你说过了 我 我真的不会跳舞的 什么 没关系 那个时候 你也是这样踩到我一脚 真的 夏琳要不 要不然这样吧 咱们俩坐着听听音乐 也挺好的 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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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不容易又出现 这一次不要离开我了好吗 夏琳 你听我说 今天晚上 我属赢你 好吗 夏琳 夏琳真的不能这样 夏琳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真的不行 对不起 我已经伤害过你一次了 我不能再一次伤害你 而且你想想 你现在还怀着孕 这样 对你身体不好 对孩子也不好 好像我说的 你应该是懂的 是 对不起 我已经怀疑了 我已经怀疑了 只有对孩子不好 你你你你先坐着歇会儿 我去给你洗把毛巾 给你擦擦脸 你也洗喝多了 好 姐 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宴会结束 请务必联系 幸福不来你痛苦 来了又有心麻烦 你想怎么办 矛盾的小女人 等着我消息吧 小姐 可以请您喝一杯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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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是吗 我觉得你很面熟 这个开场白听起来有点耳熟 可真应该是我的对白吧 您不要误会了 我是真的觉得你很面熟 不过人生中 总有几个人感觉似曾相识 不是吗 是 来 为了我们的似曾相识 小雪 明伟 高先生 你们认识 当然认识了 不是 是我男朋友啊 他怎么可能是你男朋友呢 不可以吗 小雪 你出来一下 minister 回去 photo 行 那你慢走啊 嗯 那我们下次见 不好意思啊 是的员一下 男朋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刚才那个人 是你老婆的前男友的 是 就是他 你刚才的表现 是见不得我和他在一起 还是见不得他这个人啊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当然不一样了 你为我吃醋 和你为你老婆吃醋 这能一样吗 我从你的眼神看得出来 你当他是情敌 当他是害你们俩分居的罪魁祸首 所以你才会愤怒 可是你的窘迫里 不光有愤怒 还有不安 你好像知道我所有的想法一样 我只需要知道你最重要的想法就够了 说到底 你还是忘不了他 对吧 你想多了 你知道吗 今天的酒会 我本来不想来 但我知道你在 所以我才过来 我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 当然是因为我想你 第二 我是来要我的东西的 来要我 一直都在向你要的那个东西 我不是已经跟他分居了吗 我要的是法律意义上的离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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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狼